謝謝 大家早安 很開心今天能夠來到這邊 跟大家做一個美國大學分享 然後 我現在就讀的是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然後我已經算四年讀完了 但是比較特殊的是 有第五年可以讀所以我會回去讀第五年 所以今天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大學 經歷四年的一些經驗 然後講一下為什麼 我當初最初的時候為什麼會去美國 選擇去讀大學 我第一個考量是我當時的 實力 當時是在差不多16歲 左右的時候在選擇說 我要去轉職業 還是要去美國讀大學 可是那時候覺得 轉職業的時候可能 實力沒有那麼堅強然後我去大學可以讓我自己 更進步然後 超我的夢想更進一步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是我自己的夢想 我自己那時候的夢想 是能夠在美群賽 立足 然後有一個 可以 贏major的機會 所以我那時候選擇去讀大學 然後第三個是 就像主持人剛剛講的教育 我希望我當那時候 我那時候十六的想法是 之後我20歲的時候 不光光只是打球而已 我希望我自己頭腦裡 是有更清楚的一些知識 然後可以更清楚的 有一個很好的教育這樣子 然後第四個當然就是 在美國大學 你有很好的比賽機會 你可以去打各個 世界上很多高等級的比賽 讓自己更磨練 然後讓為自己的未來 更朝自己的夢想 更進一步這樣子 然後第五個就是 你更能適應自己的 當地的人士 就是 美國大學 你跟 不光僅僅是跟隊友相處 你可以學習到如何自己去打理自己 然後更適應當地的一些文化 因為其實 在未來 如果你有很 就是如果你不適應的話 其實 對自己來說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所以就是當時的想法 然後為什麼會選擇讀美國大學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會選擇 現在這所學校 我當時第一個考慮得到就是 當時的氣候 學校的氣候 就是 我們那邊 學校的氣候屬於就是比較乾燥 然後不太會下雨 然後 一年四季都可以打球 所以我就不用擔心說 冬天可能會下雪 不能練球啊什麼的 就是 氣候都很好 然後交通 第二個考慮到是交通 交通在我們那邊也算是 比較忙碌一點 可是也相對於加州來講 算是比較 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就是 練球的時候不會 比如說你要去另一個球場 不會耽誤到太多時間 所以交通很方便 然後第三個就是 最主要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教練 大學 你去一個學校 最重要是跟教練的配合 如果跟教練出得不愉快的時候 再出場的機會啊都會 都會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你自己喜不喜歡的教練也是 就是很大的關係 就是你 像我自己的教練 我就是把他當作是我的一個好朋友 所以我任何心事 或是我比賽有什麼困擾 我都會跟他說 不用擔心說 好像教練是一個 另外一個 地位的人 然後你不敢跟他 纏入你的心事這樣 這樣就不太好 所以我覺得教練非常重要 然後第四個考慮到 就是我練球的環境 練球環境就是 像我們 我的那所大學就是 就是非常的 練球環境非常的好 我們有六個不同的國力 然後你隨時 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可以去練球 然後你也不用擔心說 球場可能有人沒有在 然後不能去練球 我們只要想練的時候 隨時都可以去練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然後第五個我考慮到 就是學科的難度 我們學校 算是比較 學科 相對來講 比較簡單一點點 可是也是比較困難 然後對我來說 在我打球跟教育 都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然後第六個考慮到 當時的獎學金 獎學金方面 然後第七個就是 我學校環境是不是喜歡 因為其實大學四年 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所以你在那邊 就處的時間是蠻長的 如果你自己不喜歡 學校環境的時候 有時候會覺得無聊 然後你如果待在那邊的話 就會比較 故障法會一點 所以如果你喜歡那個環境的話 對你自己也是 也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就是要考慮到裡面這樣子 然後最後一個是 你能否跟你的隊友相處的融洽 隊友是 因為大學是 美國大學比較特殊的是 你 你會以團體為主 我也是 因為高爾夫是一個個人的運動 你不會說 很少有機會可以跟 就是有團體的活動 可是 美國大學是你 是以一個團圖為主的活動 所以如果你跟隊友相處得不愉快的話 其實也 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如果你跟隊友可以 很好相處的話 也是對你自己的 生活上有很大的幫助這樣子 然後我大學四年的感想 大學其實很辛苦 但是其實也很有趣 因為你可以 到美國各個州去 去看 然後去打不同的球場 然後這是我 這四點是我覺得 我四年最大的收穫 就是你 四年 因為每天其實都過得很忙碌 所以你要懂得如何去規劃你每天的行程 你可能早上去讀書 然後下午可能練球 然後傍晚的時候可能去練體能 就是你要把自己的 每天的行程規要好 因為你真的是很忙碌 所以你要好好的規劃你的行程 然後第二個就是你的時間管理 你要怎麼運用你練球的時間 去練到你想要的 因為練球的時間其實沒有到很長 所以你要如何去規劃你的練球時間 或是你讀書的時間 然後好好把你每一天 24小時的時間好好的充分的發揮 然後第三個就是如何 搭理自己的生活起居 因為大學 在大學就是什麼事 基本上都是要靠自己 就是你要 在籌廠外面的話 就是你要自己學著 你要如何去 比如說洗衣服 或是做任何家事 或者是 各個生活區的東西都要自己來 所以讓自己可以變得更獨立 然後 這個是如何處理自己 處理比賽大大小的事情 因為在比賽 在美國我都自己 比較自己一個人 然後你要自己去處理 你的交通 你的住宿 然後還有一些 各個大小的事情 然後 我覺得這對未來 如果你轉職業的話 也是很有很大的幫助 你不用依靠你的 你的父母 或是你的經紀人 去幫你做一些 做一些 就訂飯店 或訂機票的事情 就自己都可以處理好 你會知道自己 比較喜歡什麼 也會對你自己 大學 應該說職業的時候 會有很大的幫助 然後 這邊給各位幾個 幾個 建議啦 就是 幫打球可以更進步 就是你要找出自己三個人能夠 讓你 自己覺得你打球打好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 因素 讓你為什麼會打好 然後這是我 我自己跟我大學教練一起想出來的 我當我打好的時候 會有這種 三個表現 第一個 就是你要 懂得謙虛 你要 你要去做 就是你 打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你要去 應該說沒有 就不是很簡單 所以你不是 不能祈求說 你每次都會打好還是什麼 就是你每次 讓你在場上 你都要很努力的去 去 打出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讓自己打出最底竿這樣子 第二個就是 就是你要 懂得 就是每次你都要很渴望 你會 渴望那個機會 對 就是 然後你每次都很想 就是你 因為打球的機會 其實沒有那麼難 這是很難得的事情 所以你要 每次打球的時候 你要就是懂得珍惜 然後 讓自己很有動力的去 打好球這樣子 最後一個 我最大的 最大的 懷疑就是你要 Happy 就是你要開心 你要 我發現我就是有時候 之前有一陣子就是 打球打不好 可能就是會 不開心 在場上不開心 然後 反而導致我自己 情緒很低落還是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我 然後 當我開心的時候 我是表現最好的時候 所以我常常在場上 我會提醒我自己 注意這個三個 三個因素 然後讓我每次成績 都可以 應該說心情不會起伏 就是 成功沒有捷徑 該來的還是會來 就那時候 因為其實我以前 就是國中高中 都沒有什麼讀書 然後 那時候 比較晚才決定要讀大學 所以 那時候要上大學的時候 讀書 就是讀書讀得很辛苦 對 所以就是 鼓勵大家 就是 如果要去大學的話 就是好好把自己的書 慢慢讀上來 不用說到後來 就是 突然就好像要讀很多書這樣子 就是 這樣會比較輕鬆 然後 打球也是一樣 一步一步慢慢來 然後 知道自己是 往對的方向去走 然後 就是 相信自己 相信你的過程 然後 一些都會進步的 所以就是 送給大家這幾句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的加油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 在未來的 美群賽或者是 女子的美群賽 見 對 謝謝今天來分享 謝謝大家